2018,不忘初心底力前行,近日有消息称,海底劳即将开始录演,知情人士透露海底劳初步定于9月10日复港IPO,对此,官方不予置评,海底劳出定9月上市,才你借着扛靶子。 5月17日,海底劳国际控股,在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,招股书,数据写是,海底劳今年收益由2015年的57.57亿元案,35.9%的复合年增长率增至2016年的78.08亿元,并进一步增至2017年的106.37亿元。 截至2015年1月1日,海底劳全球网络的店铺数量,为112件,而截至2017年12月31日,这一数据上升至273间,其中2017年全年新增98间餐厅。 海底劳董事长张勇,在中国这个一讲究是著名的国度,在餐饮行业中最为火热的品类,却是最不讲究烹饪技术的大杂贵,火锅。 据统计,2016年到2017年,战财引业总营业额,22%的火锅名列榜首,超过排名第二的自助餐近一倍,强大的财务加变态的服务,成为海底劳的后盾,强大的财务体系。 海底劳的副总裁袁花强,就是一个典型的会计人,他是1980年生人,终装毕业之后来到海底劳,从船菜园到门童坐起,在搭会计,领班,打趟经理,骗区经理,一步步做到副总裁,分管海底劳非常重要的一线业务,正是因为自己是会计人,更知道财务的重要性。 所以,做海底劳的会计,最锻炼的就是看财务报表的能力,甚至财务报表不止领导层看,不止会计看,而是店长带着店里所有管理人员及特殊岗位人员一起分析,甚至包括库管和电工。 海底劳的财务报表主要有销售情况,成本情况,销售毛利,费用四个模块组成,看销售情况。 那时候一般他用对比的方式,与上月对比,与去年同期对比,多加门点横向对比,同城市餐饮业平均水平纵向对比,通过对比数据,来找出其中的一场数据。 再通过一场数据,分析其原因,找到对应的解决方式,看成本时一般看中三个方面,一、采购对价格的管控,二、货管收获,三、注意产品的出品率。 通过对这三大成本核心因素的分析,能最简单直接的找到影响成本的真正原因,看销售毛利时主要关注锅底,货菜,素材及酒水,将其分为销量高,毛利也高,销售高,毛利低,销量低,毛利也低,销售低,毛利高这四种类别,对症下药,该提价提价,该降价降价,该淘汰淘汰。 看费用时主要是分析员工工资,物料费用和营业外支出,通过工资的变动了解门店的用工,人员流动及成长情况,通过物料费用掌握物料的消耗情况,通过营业外支出了解门店突发事件。 而说到财务体系,另一个能体现价值,那应该是华为的财务体系了。 在华为的组织架构中,财经体系是一个独立的部门,集中管理公司所有财务人员,华为的整个财务职能,大体,被分为三块。 会计核算账务,财经管理和审计监控内审,只有同时保障账务和内审的财务数据是足够准确的,财经管理的决策才值得信任。 蜡天的变态服务,海底捞品牌以独特而优质的就餐体验著称,其营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,其服务,产品和环境,其高水平服务,是海底捞实现口碑营销的关键。 看看网友们的感慨,海底捞的服务无敌了,今天蚊子咬了好多包,结果海底捞服务员,居然跑到马路对面卖了风油精送我,下面的是质养药,也是服务员一起卖来给我的。 因为要见的人说,那个质养效果比风油精好,已经无法阻止海底捞了,周六去火锅,朋友不小心把丝袜给挂了,逃半后还有第二轮,正郁闷得不得了。 居然结账时,服务员逼上了全新的丝袜,还是三双,我一下就争住了,人类已经无法阻止海底捞了,这样的服务,如何不让消费者心动? 高效的管理,联主利益,宿主管理是海底捞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原因,餐饮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,服务管理的核心是对服务人员的管理。 公司以托扁平化组织架构,充分运用绩效评估,薪酬激励,培训晋升三大工具。 教练组负责店长的评说,并为餐厅提供指导,直接向COO汇报工作,能够在保障店长自主性的同时。 行政疗性的外部监督,店长负责员工的评说,重要的是可挖去有才干的徒弟成为店长。 店长薪酬与其徒弟,徒孙餐厅的相关性是公司薪酬制度的特点。 主要目的是鼓励又经验的店长培养更多储备店长,以推动自下而上的扩张,也能够激励店长培训门店员工。 提升整体服务水平。 为什么号召你老板用寄件工资,以避免因管理者造成的不公? 在美国,服务员是很努力的,一个小伙子可以看八张桌子,动作迅速敏捷,还会跟你聊天关心你,因为他们有消费制。 消费制整体还是不错的,我给你服务,你给我付钱。 而海底劳的管理是,我给你服务,到店长那里去拿钱。 当管理幅度很小的时候,他可以做到公平公正,但是当人多起来的时候,他就做不到公平公正了。 这时候,大家的动力,企业的文化就会被破坏掉。 所以,海底劳就决定,我来拿这个小费,给你按工作量算。 在餐饮行业,我们已经了基建工资,我号召参与企业帝老板,要用基建工资,而避免非正式组织的负面影响。 基建工资就是干的多,认的多,表现好的你就让他多干,这就避免了管理上的很多难点和疑点。 一个组织背后是有非正式的组织力量在推动的。 有时候当你觉得一个员工表现好,你把他数成先进的时候,对他其实是很大的打击。 一个员工在那时进擦玻璃,其他员工在旁边聊天,擦玻璃对员工说,大家加把劲吧。 其他人怎么说,你先进吗?那哥们一下就不吭声了。 他可能拿了一点奖金或者奖状,但是他要承受这种被正式组织,带来的无形压力。 有时候正式的东西和非正式的东西都要充分考虑到,既建工资就避免了一些非正式组织的负面的东西。 每个人干多少,你就挣多少,一下就简单了。 我们学了太多正式的管理方式,不能说他不好,但他的边界是很明显的。 海底捞丢掉了所有硬性KPI,海底捞既要正式化管理,也要非正式化管理。 其实是在强调,管理如模式,无意是,讲严谨性,也讲艺术性。 因为在准备后,要不堪人性,把尊重挂在嘴边的企业,才是和尚事。 海底捞其实是一个很尊重别人的企业,不仅尊重顾客,让他们吃得好,还尊重员工,让他们过得好。 海底捞,把员工当人看,把服务做到极致。 一,授权,海底捞的核心是,这是其企业文化的一大核心,海底捞得到了什么程度? 海底捞的服务员,有权给任何一桌客人免单。 对了,是服务员不是经理,是免单,也不是免一两个菜品。 送菜,送东西之类的就更别提了,网上搜一下,人类已经不能阻止海底捞了,关键次吧。 段子太多了,杨小丽是跟着张勇打天下的第一人,也是海底捞的第一副总。 当年海底捞走出捡羊的第一站,是西安,点上就是杨小丽。 有一天,张勇讲述道,杨小丽给他打来电话,兴奋的说,张哥,我们有车了。 张勇问,什么车?杨小丽说,一辆小面包车,刚买到,张勇就傻了。 一家刚刚异地开分店的小火锅店,店长卖了一辆车,竟然没跟老板请示,张勇也完全没怪罪他。 后来,这也就成了海底捞的文化。 而待遇,待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,餐饮行业大多包吃包住, 但很多曾引企业服务员住的是地下室,吃的是店里的伙伴。 海底捞的宿舍一定是有物馆的小区,虽然急一点,但当此事高的,房间有电脑,又无而防海底捞的服务员不用自己洗衣服。 有阿姨洗,吃饭也不在店里,是有阿姨做菜。 有人说海底捞培训好,先培训再上岗,可你知道吗? 海底捞的新员工培训,包括如何使用ATM机,包括如何乘坐地铁,买架,充值等等。 这家企业,在帮助自己的员工去融入一个城市。 这种待遇,如何不让人工心存感激? 三,真诚,海底捞是一个奇怪的企业,作为餐饮行业最常考核的指标。 比如利润,利润率,单核消费额,营业额,翻台率,这些都不考核。 张勇说,我不想因为考核利润,导致给客人吃的西瓜补田,擦手的毛巾有破洞,卫生间的脱把眉毛了还继续用。 那么他们考核什么?考核客户满意度,员工积极性,该部培养。 这三个指标,作为一个做了很多年管理工作的人,我实在想不出他们是如何解决内部公平问题的。 但是我知道,今天你看到的海底捞员工真诚的微笑,就来自于这里,海底捞不靠核翻台率,但是海底捞的员工比谁都重视翻台率。 回到开头的那句话,企业文化才适合,所有的利润和翻台率,都是附加的,随之而来的,不重要的。 这种真诚,如何不让员工有积极性? 四,尊重。尊重不仅仅来自黛玉,不仅仅是让他们住的好吃的好,而是尊重每一个想法。 现在被诸多火锅店抄袭的眼睛部、头绳、塑料手机套,这样的一个个的想法,竟然是出自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服务生。 并且,这一个个点子,就如此复制到了每一家店面,对于一个职业人,这一辈子,遇到高薪,遇到高职位,都不稀奇,稀奇的是遇到老板的尊重和了解。 这种尊重,如何不让员工有成就感,又如何不让员工有创造力? 五,承诺。 在海底捞有个说法,叫嫁状,一个店长离职,只要任职超过一年以上,给八万块的嫁状,就算是这个人被竞争对手挖走了。 耶,张勇解释,因为在海底捞工作太累,能干到店长以上,都对海底捞有贡献,应该补偿。 他说,如果是小区经理,大概管五家分店左右,走,给二十万,大区经理走,送一家火锅店,大概八百万。 海底捞至今十几年,店长以上干不上百人,从海底捞拿走嫁状的,只有三个人。 这种承诺,如何不让员工有忠诚度,降一个段子,海底捞刚建北京时,租第一个店面就被骗了。 整整三百万,是张勇账上所有的现金,对方背景强劲,这笔钱追不回来,当时主管经理急的好几天吃不下吧,张勇都不敢给他打电话。 后来听说这群人要找黑社会解决,他才给主管经理打了电话,他说,你们就值三百万,干点正经事吧。 到底意思,是不要办法去帮公司追钱。 他心疼,但是他不愿员工,将心比心,是他自己去办也会受骗。 张勇有一次被问道,有今天的成功,是因为什么? 张勇答,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善良吧,这可能也正是海底捞员工很少离职的原因吧。 海底捞成功的秘密,把员工当自己人,把服务做到极致。 当然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有着严格的财务体系。 本文零售商业评论,餐厅老板内餐,商业NBA,财税职场,有CFO之家整理发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